武汉雷神山医院从1月26号开工建设到今天已经是第13天了 工期短 任务重 是雷神山医院项目的难点 为此 中国建筑集团又从全国抽调了近千名工人 驰援雷神山医院项目 记者来到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 看到其中的一支驰援突击队正在紧张施工 我们是2月3日上午11点接到了通知 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我们中建八一武汉雷神山医院项目党员突击队 调集了精兵强将一共是DP是125个人 在2月4号的凌晨我们所有人员在武汉集结完毕的 驰援的施工人员到达武汉雷神山医院以后 直接投入到了项目施工当中 我们主要负责整个隔离病房区A1地块的机电安装系统的施工 包括我们整个屋面的通风还有这个空调系统 因为昨天我们看天区预报 发现这个今天武汉要有雨 因为这个雨呢会对我们整个屋面的这个通风调调系统的这个施工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所以我们又连夜从河南还有这个湖北当地 重新组织了50名施工人员连夜赶到现场 已经是流氓了1年轻人了1年轻人了5年回头